申起公时保护者 五一劳动节前夕 劳工撑起黄散 利用人体牌子表达诉求 因为台湾劳工公时排世界第三 15年过去了 依旧不见修法 劳团站在立院外 后出对立委诸公们的不满 具体的把公时从双周八十四 降到一周四十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如果今天立法院没有过的话 那表示从头到尾就是在骗劳工 那我相信明天五月一号 劳工上街头 就会用更强烈的方式来要求政府 恰明了如果承诺只是骗局 劳工会不惜采取激烈手段 因为今天不站出来 就会换来更多过劳死案例 去年来讲平均有过劳死的 有四十几个案例 我觉得说这是官方所显示出来的是四十几 没有显示出来 我相信更多更多 应该是超过百位数 美其民说是要为劳工加薪 事实上就是要求劳工用加班来换取薪资 就会让整个加班的在程序上 看似是合法 但是实际上是假照 朝义立委有公事 但就公事 所为四十小时出审过关 但未来配套措施 老子双方如何达成平衡 恐怕也是另一波考验的开始 欢迎订阅阳雯上 陈典人王威 台北采访报道 七十几个案 不要破坏 七十几个事实 不要破坏